各位司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研究一下國際騎士賽 國際騎士邀請賽的馬 我就用另一個方法去玩一下 用來投注一下過日神 將我自己記得的馬 上次怎樣跑 之前有沒有跑錯 有沒有古靈精怪自己記得的 就把騎士因素撇低 就不想太多了 因為不能拆局 不用拆 看動機,看馬 大家適合心水的 就聽一下吧 用來過一下日神 小弟都不斷參與就算了 但有些馬 小弟都是屬於看到跟進的馬 可以跟大家提一提 沒有說對不對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的 那就聽一下吧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吧 這隻清福 季初我都介紹過 有一場杜美爾 放了前些酒 輸了回來的 不看賽職 我只看這隻馬 在這裏 就一定要留意的一隻馬 今天我就把騎士因素撇低 大家都是在這裏 即是 他們都不敢說大賭錢 很簡單一句 即是 出賭賽的有獎金就拿 是不是這樣說 你說他們大大絕傲 我想苗麗德和莫雷拉這個會 阿摩和田泰安 也會 徐宇石 蘇紹輝也會 何良潘頓也會 其他那些 高柏山和何宅耀都會 其他那些 他們會不會大膽賭錢 我相信就不會 但有一隻馬 我曾經在第一次出的時候 跑一千米 我就已經是盯著他 不過那天是撿了一個很差的 就是這隻閃電精靈 我曾經看過他試閘 其實是很好的 這隻馬 但今天就回來玩快活谷 我又不理他跑不跑過快活谷閘 我都不需要看他 他就是跟小太陽一起撿過 那些 小太陽撿過差檔 他也撿過好檔 小太陽撿過好檔 他也撿過差檔 還有那些馬 小太陽贏了 韋小寶都搞定了 超能量 今天都跑快活谷 明月千山 其實都跑得很好 這隻閃電精靈 那一天 就竟然 一出集 就已經很快地彈了出來 那 就 開頭想著他 很無鬥之 去跑這場馬 誰知他撿過這樣的檔位 高東尼 經常都會有這些招數 你擔心 他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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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可以看看數據 他不是很理會的檔位 你不買他 他更開心 高東尼和現在的高東尼 是不同的 那這隻馬 今天 大家可以看看時間 13秒03 這段開到20秒5 那這隻閃電精靈 前面 放到這麼快回來 他都是輸四個馬位 那隻小太陽 放到這麼快 輸半個馬位 其他可以跟得住 就是超能量的後面 即是沒有放到這麼快 即是沒有怎麼斷 但這隻 在一個這麼差的檔位 如果這隻馬 假定 大家都是膽膽的 我相信這隻馬 有可能會比那隻好甜產更快 只要他出閘 好的話 我相信有可能 他出閘會更快 好甜產都不定 好甜產可能要打幾邊才夠快 暫時是這樣想 我來參與一下 這隻馬 一定是前速銳利 而又 有少少質素的馬 我看過他試襲 我比較上 覺得這隻馬 是有機會的馬 今天 但是 配搭上 就不完整 大家出來玩一下 就不完整 我就喜歡這隻閃電精靈 但是如果 如果 如果 再選擇 那些腳 一千米 再選擇那些腳 我自己覺得這隻 清福 配搭 大家都是 你猜我 我猜你 其實他有一場 擺得上一場 就擺前 回來 就輸了 前一場 他就衝上來 兩場都是 十月九號 拔蜜操 拔蜜操 到現在 我看看神操 已經隔了很久 沒有出 但是 功夫 沒有停 這場馬 我就 駁一條 單 位置 Q 這樣 把其他馬 掩著 不看了 因為那些配搭 我就不想看了 好甜產 好不好 當然好 一千 鬥翅馬主 當然好 蘇紹輝也是好 但是 我就看賠率 現在可以看賠率 今天賠率出了 清福有十倍 閃電精靈有九倍 這場如果加上 好甜產 如果是 好心水 或者喜歡 自己飛一隻 我就 細細豬 用來當作頭珠 用來跟著這隻閃電精靈 我看看他有沒有同主馬 這隻閃電精靈 其實我記得我看過他那貨集 已經很好 他有去過了 化活谷市的閃電精靈 對啦 就愛了這隻閃電精靈 接著 清福 輸得無利 上場是輸得無無端端 不知道為什麼擺到這麼前 看回那些對手 其實他一千是好一點的 藍莊加好 旅遊拿督 不用說 輸給藍莊加好 就想一下他為什麼擺到這麼前 也有些答案 再看回他季初那場一千 就衝上來 上季贏的 都是贏一千 跑得準的 都是一千 愛了這隻 既然有這樣的賠率 大家 一注飛 搏下大霧 第五場 一條片都說完了 不想分開了 唉呀 那 希望支持我的朋友 可以PayPal 呃 7QR 請我吃包煙 又可以的 大家都是論一下馬 那這場我一看下去的馬 雷公左我追的 十二檔 一場跑黎地 一場跑千二 根本就不適合的 還要留下留下來跑 根本就混吉的 那兩場 那我就再 拿一拿 那些馬 這場馬 如果快放的馬 有一套成名 那些 雷公左 夢幻戰士 夢幻戰士 經常挨雜 但配上主帥 如果大家當 鬥刷局 就比較 用另外一些方法去看一場馬 如果原裝騎士鬥薄的馬 潘頓整天是徐宇石的 如果我數給你聽 就是上季那隻 船里多彩 今季的 蟲頭月 清新動力 不知道是徐宇石 找他什麼 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合作率 就不太好 但是這隻馬 是有班的 那這場 我記得這場 他曾經是 報過一場 1200 現在又跑 1600 今季 這隻又跑 1600 飛雲追 我記得他好像試過一貨 1700閘 都不太簡單 試過一貨 快活谷 1700 我看一下他開清楚 24 25 23 都不錯 24 25 23 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去看一場馬 一泡成名 贏了兩場 一泡成名 仍然還是這班 連贏兩場 守著下跑 機動 第一隻 贏過馬 今季 活力飛彈爆攬 各能 喜媽的一隻 不是這隻 那隻是叫活力勇士 記錯了 不是這隻 對不起 不是這隻 贏過馬 有一泡成名 然後是夢幻戰士 這兩場出閘有問題 是埃閘的 我記得 是埃閘的 那 贏過馬 有夢幻戰士 鑽式神聖 三隻 這三隻 裡面 這三隻 一泡成名 羅庫泉 這陣子都可以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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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奇葩 連火百合 這麼準 都可以 失去第三 我買了 第四 潘頓騎 這場 屬於一場 比較慢步速的賽事 這場 如果 夢幻戰士 就可能會 挨閘 贏過馬 有一泡成名 夢幻戰士 鑽式神聖 我又不想浪費這麼多票 一泡成名 有十五倍 當然要 贏了兩 win 選角能 認識他老鼠嗎 不用認識他 十五倍 博一博 夢幻戰士 鑽式神聖 一隻一檔 一隻八檔 大家都這麼熱 今天如果千... 看報速 飛雲追 千二走上來 永憶善 雷公鑽 雷公鑽 都會是 起碼 我都不看賽職 放眼量 我都沒有看過這幾場 沒有認真看過他怎麼跑 他都是手下手下的 愛了這隻 一泡成名 十幾倍 不能不要 十幾倍 當然要 十幾隻才中一隻 也有好處 羅富泉 這麼說 他都可以收拾兩 win 大家都想想想 鑽式神聖 夢幻戰士 夢幻戰士 其實千六千百 我都不覺得是問題 他的問題就是 埃札 那一下問題 季初那場 搭亂步運 大家都記得 我講過了 他真的搭亂了幾步 下一場是保重 踩油也行 但是這隻 鑽式神聖 那次 就 舔了的時候 就 上一場 我都可以繼續 交回水準 鑽式神聖 起碼不用捱閘 這場馬 馬嬌雄 沒有速度 但是 都是蠻情的 沒有速度 有飛雲追 永益線 雷公鑿 可能放眼亮 我就選擇一隻 又可以追 又可以的 鑽式神聖 這一場 我個人投注 我就會拿一隻 一鋪成名 再加一隻 鑽式神聖 位置 都不用說 怎麼去 想這麼多 檔位都不錯 看跑法 第六場 都是1650 第六場 說了 不是賽事 第七場 1650 先吃煙 沒有煙 什麼都不要說 勤得兼備 上次有人開路 給他後上爺買的 美麗日子 幾場 沙田都跑 都有 放在深水 每次都OK 今天就走 快活谷 盛大光輝 放了幾場 已經是 沙田 放回來 就斷尾 好像 人家 八日咳 斷尾 我相信 大賽之日 這隻聖大光輝 有五倍 放了這麼多沙田 先愛你 這隻馬雅很韌 上季那場爆冷 我都中了 我都中了 這隻聖大光輝 這隻馬雅很韌 今天有八太子 放下 聖大光輝 美麗日子 會不會很快 還有劍追風 加加成功 這隻馬雅 這隻馬雅不會放過你 這隻馬雅也不會放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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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馬雅可能不會放過 簡直是只能接 都是很熱的 B跑道 賠率想一想 我幫一隻快利寶 連續幾場都追得很好 高帕生都不見了一輪 除了爆了那隻不記得什麼之外 其實他已經輸過幾場高水準的賽事 我都記得這幾場 這場就算是萬步速 但萬步速他也追得很好 輕易那一場 我為什麼會記得他這場跑得很好 就是一個萬步速 他都可以連續追得很厲害 任我行 輕易、神亮金剛 輕滑 再看上一場他也是追得很厲害 既然今天有四五隻快馬 這隻快利寶 都可以去想想 共創歡樂 歡喜心 楊明高高 轉數高 他是和楊明高高 追得最厲害的那兩隻 和轉數高 要這隻先 這場都是用過策略 搏他前面有馬走 選一隻可以追的 有輕綁 快利寶 那 如果都是要選一隻追 機動一點 噴火龍是沒得分的 成大江輝 放不放得到 二檔 美麗日子 九檔 劍追封十一檔 十一檔 他是快不過那些 美麗日子 可能要搏 可以 還有一隻勤得兼備 看看 聖大江輝放 派帶子放 美麗日子放 這隻 上次有人幫他做報酬 今天也應該有 可能 那一場 鏟了進來 後上那一場 就是亡命快放 有些馬 看看他亡命快放 那隻有線路勇區 那 後來那些 路路通 路通那場 就被人 不是這場 被人阻礙那場 輕易 選這隻 一條 一豬飛 搞定了 那我就 三四場 我都是想著 用這個方法來參與一下 我不管他什麼騎士 後上馬 不要管他什麼 當位 勤得兼備 希望聖大江輝 那些 和他一起 開路 那我用這個勤得兼備 然後 用這個快利寶 一條位置 算數 其實噴火龍都可以 要的 不過我看到他三點幾倍 不要 我選擇 有一個預定的策略 就是 如果我看到有幾多快馬 在這 的話 萬一真的 扯得快 選擇後上 選擇後上的 有2 4 11 這幾隻比較好一點 既然都是李博 你用的騎士 都不知道哪個好 不如就在培羅 清 還有這隻勤得兼備 愛勤得兼備 快利寶 一注就完成了 行不行不行 吃不可以 到這場 第八場 二班 千百 阿摩有兩隻 方 羅 羅 羅副泉 兩隻 蔡偉 阿摩 羅副泉 六隻 這場 複雜 但是有隻轉數高 在這裡 阿摩 兩隻 我看一看 第八場 阿摩 正選 星雲 明雀 阿摩 正選 喜連彩 星 羅副泉 逍遙 自在 阿彩一隻 這場 放棄 不玩 這場 無謂玩 這麼多局 不要搞我了 那我就 複屬一次 跟大家 第四場 就用一個 叫做 上次有一次 跑錯了 道美爾跑錯的 你覺得他跑錯 但別人有目的而跑錯 那就不要理他 那我這隻 就清福了 閃電精靈 第五場 有雷工作 夢幻戰士 飛雲追上來 應該放在前 試襲都放在前 我也是選擇 這隻 贏過兩輪的羅副泉 竟然 這些馬慶 馬房弱勢 可以贏到兩輪的 當然是有些 特別的地方 贏完都還留在這 這裡 四班四班 贏完兩輪都還在四班 那你 贏過馬的金季 只有這隻 夢幻戰士 和鑽式神聖 那我就在賠率 選擇 用這隻 一鋪成名 鑽式神聖 兩隻 第七場 剛才都說了 預計有佔追風 會減過來快 加加成功上場 都放了三段 美麗日子 一直都要均速放前走 那 聖大光輝更加不用問阿貴 一定是擺錢的 既然有這麼多馬 搞聖大光輝的 那 有些什麼人可以在聖大光輝 放得很快的時候 有些好處呢 那我就 勤得兼備 快來補兩隻追一下 那我這兩隻 那好了 國際騎士邀請賽 再跟大家說過過的馬 希望各位那天都可以多贏 多謝 拜拜